为了改善目骨目鱼游戏区门面秀林乡公所向花东重管处争取经费扩大服务 经过半年施工在十二底要完工启用了 未来游客到目骨目鱼神台廊道游客中心 会重新的展现面貌迎接来自花莲的游客 秀林乡公所表示秀林地区目骨目鱼游客咨询中心服务设施改善工程经费 是由花东重骨管理处争取的相关建设经费 对于当地的同门出名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改善部落的门面 重新规划大型游软车停车场 周边停车场和汽车场全部都是以新的方式来迎接游客 它这样设计比较好看 因为它设计有设计发展协会的鱼刀这些面貌是比较好看 这边这样以后慢慢这样规划的话以后游客比较多了 是这样 因为现在同门还没有工程还没有完工嘛 完工以后就以后游客就比较多了 就来这里观光了 有工手帮助很多 因为现在工手后它就慢慢慢慢规划 这样就比较好了 对社区里面就很好了 新闻乡公司表示 木骨木鱼生态栏道自然生态资源相当的丰富 花园的乡亲和外地游客来到花园第一个首选的好地方 就是木骨木鱼生态园区的 尤其清水戏可以说是导览解说的好景点 又可以在小巴士上听取解说 依吸收太魯格主流人文生态 富有历史性和故事性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喜爱这里的大自然生态 另外一处则是翡翠谷 清澈间谍的凉水 来到这里可以忘了都市里面的成销 放松自己亲大自然 可以说是大家喜爱的另外一项景点 唯有不断的改善基础建设 才能够吸引游客来到木骨木鱼一游 希望大家以快乐的心情 亲近大自然 让生态能够永续经营 记得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